Phrase 拍 我黑板上有寫Compic Compic 然後 這裡面有幾個選項 是一定要開的 假設我現在沒有那麼多時間了 現在有些本地 像這個本地就是 你要選台灣啊什麼的 中文化 或是你用什麼 鍵盤 這個就是找中文 對 中文的 找你的中文化 老師你是不是要先到 這個面的時間進去 等一下喔 先跳進去 假設你沒有 這個你沒有存 你就Cancel 如果要存就OK Boot這邊是選什麼 這邊是要選 你是要走Windows 跟CLI介面的 你就用這個選項 這個是B1 這個沒有錯齁 所以我就選這個打Enter 或者是我按Table Table鍵就會選到Slave 就把它選起來 就是對了齁 然後有紅色的反線 就是這個就沒錯齁 好 那我接著 Enter 然後 好 這邊可以選 那你是要用文字進去的模式 還是我們都選用 桌面 好 B3 桌面 桌面 這個是不用打密碼 不用打那個Password 就直接跳這個 好 然後 再來就是 Interface這個 好這個要把 除了第一項不用開 因為它是內建的 Camera不用開 其他全部開Enter Yes 好 然後OK 再跳 回剛剛的 好 VNC 好 Yes 好 然後OK SPI 因為你之後要Io 為了一勞永逸 就不要 就一次把 全部把它射 in Apple S3C Yes 好 好 好 這個叫做 好 這個 你們有插了USB線 這個一定要打開 好 你沒有打開這個 你就連不進去 你以往這個都預設應該要開的 結果它這個新的image都把它關掉了 所以你們剛剛有連進去 可是沒有出現訊息 就是因為你這個沒有Enable 好 然後 Advance 好這個先不用管 好這個不用管 跳出來用ESC就跳出來了 然後你怎麼知道你到底有沒有存進去 你就把它選到 那個 Finish 好 然後按Enter 然後Yes 等一下 對 No 因為你 好 如果你按Yes 就是它要重新啟動 重新生效 好 那因為我現在講要講其他 這射完之後對不對 你就可以接你的那個 USB的線了 再來你已經到了這個桌面的時候 你的右上角這邊有個Wi-Fi 因為我剛才已經幫你射了 到底說你這邊是 如果你一開始進去的話 你是一個關閉Wi-Fi的狀態 好 然後你剛才如果BNC重新生效的話 你的BNC是像這個已經可以 已經就已經預設好 你就不用再去安裝BNC了 因為它已經預設BNC 是那個已經裝好 你剩下一個Enable那個動作 要把它做起來 嗯嗯嗯嗯 為什麼 因為我把Wi-Fi關了 我Wi-Fi關了 我BNC就沒作用啦 對不對 因為我是透過連IP 老師你為什麼要把Wi-Fi關掉 沒有我以為我是走那個螢幕線 好 好我那個右上角就是連Wi-Fi 你要連的時候 就剛才那個 有那個電波 然後你把那個 我們這邊的 Password跟那個 那個IP 記下來 AP的那個SSID 對填進去 然後 如果看見那個電波 就是連線了 那就再 到你的Terminal 下IFConfig 找那個IP 記下來 所以我們要看那個Ruby之前 要先到VNC裡面 就做這些設定 對 對 可是照理說 你的Serial Port 如果是開的話 你能夠連進去的話 對 你照理說你應該是 你應該是那個 你就直接在那個 文字介面直接下RESConfig 就可以設 就把VNC打開就好了 可是他現在連Serial Port 他都把你關起來了 以前是 只要插那個硬體線 他一定都可以連 所以現在可能就是被迫 被迫要去螢幕下去設 把螢幕下去設 大概是這樣好不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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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關係大概 你看他那個VNC Viewer VNC Viewer VNC Viewer 對 我們現在改 因為你現在裝的 除非你新裝 重新把它解除掉 再重新安裝一次 不然的話 你就裝一個叫做 有一個新版的VNC Viewer 這個 這個的 好 然後這個版本 因為這個 如果是綠色這個也是舊版的 它有時間限制 可是你如果用這個新版的 藍色的 對 這個藍色的 然後你就把這個藍色 像我這個Icon 它沒有出現的 可是我大概找一下 它大概是在 這個 Rail VNC裡面 然後 有一個VNC Viewer 這是新版的 好 那我可以加右鍵 傳到 我的桌面當捷徑 有沒有 這邊就有一個 進去 然後 這邊會有個 IP 對 就是填你剛才 填你剛才抄下來的 IP的位置 好 你就把那個 IP連到我們 學院的 AP的那個 給的 IP的位置 又把它放上去 我們大概是 16.52 12.82 12.82 12.74 好 Ada 就會連到這邊來 然後你再把 如果你沒有射密碼 就直接連到桌面 如果有射密碼 你就要打 Py 跟Raysberry 它是預設的 然後登錄就OK了 就跟我現在這個樣子 好 好 今天會見 也差不多要死了 好 好